满身血污的女人突然出现在窗前 如同丧尸般死死地盯着车内 不过因为体力不知慢慢地滑落了下去 这可给善良的大爷吓了一大跳 不过最后还是将女人带上准备送往医院 与此同时 一群搜救团正在山里寻找失踪游客的的踪迹 而这一事件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各家媒体纷纷跑来报道这起事件 而之所以能引起这么的响意 全是因为国会议员的外甥也在失踪名单里面 这也导致警方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全力以赴地进行搜寻工作 然而连续几天的搜救并没有任何件数 正当搜寻工作停滞不前时 警长丹尼尔接到了手下打来的电话 并告诉他莎拉已经找到了 这会正在医院进行救治 得知情况的丹尼尔当即就带着得力助手安娜赶往医院 希望从莎拉口中得到有用的线索 然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莎拉竟然失去了记忆 甚至连两年半前 自己的女儿因为车祸离世了也不记得 面对这样的情况 他们也不好再继续追问 与此同时 在一位大爷的带领下 警察在森林中找到了一个荒废的木屋 为了探查木屋内的情况 他们派出了训练有素的警犬 然而警犬刚进去就立马冲了出来 并且不顾主人的阻拦 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显然里面存在着让他十分惊恐的东西 警察看到这一幕觉得十分的有九分不对劲 连忙摇人过来准备对木屋来一个地毯式的搜查 好心的大爷告诉他们 这个地方曾经是他祖被挖矿的地方 然而某天他们在下矿之后就离奇消失了 至今也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甚至有人猜测是挖到了地狱 被撒旦处罚留在了那里 不过在场的几人听了并没有当回事 还准备乘坐升降机进入这个神秘的地方 一只怪物突然出现 发出的嘶吼声 让正在看回放的男人吓了一跳 连忙掏枪对着怪物就是一发子弹 不过却因失误并没有打中 反而自己因为摔倒晕了过去 而枪声在如此狭隘的山洞里震耳欲弄 瞬间引发了严冻的崩塌 搜救队差点全交代在此 幸运的是 几位经验丰富的队员们设法躲开了掉落的巨石 但翠花却被掉落的石块封住了去 外面的队员想要失救却无能为力 没有工具的他们想要搬开巨石 无异于吃人说梦 现在入口被堵死了 队员被困在了严冻内部 面对这个困境 他们只能先通过对讲机安抚好翠花的情绪 然后继续勇往直前 寻找出口 争取在带人来之前 翠花还好好地活着 搜救队很快来到一片宽阔的地方 他们立刻觉察到不对劲 当火把被点亮的那一刻 眼前出现了数百具骸骨 而在其中还发现了一台沾满血迹的摄像机 而这正是失踪游客所带进来的 通过对视频的回放 搜救队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 闺蜜团遭到了地下怪物的袭击 看到这一幕的队员吓得连连后腿 吓得冷汗直冒 而此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众人惊慌失措的四散逃生 等发现怪物没有追上的时候 安娜便开始大声呼喊其他人 殊不知怪物听到了她的声音 悄咪咪地摸了过来 好在沙拉及时出现捂住了她的嘴 这才让能听声变味的怪物失去了方向 不过丢失了即将到嘴的食物 也让怪物异常的愤怒 不过没一会儿 怪物又听到了队长 在寻找其他队员时的喊声 虽然丹尼尔先发制人 但还是被怪物击倒在地 就在命悬一线之际 怪物的脑袋被一把登山搞洞穿 来人正是被困煽动多天的朱诺 看着冷酷的朱诺 躺在地上的丹尼尔顾不得起身 急忙解释自己是来救她出去的 不过朱诺只是冷冷地看着她并没有打话 毕竟此时谁就谁可说不定 与此同时 沙拉正带着安娜在通道中爬行 却发现前方不远处 有一只怪物这回正安稳地睡着觉 就在这时 一只老鼠出现了 它慢悠悠地从沙拉前面经过 虽然也极度害怕 但是萨拉还是忍住了尖叫 但不知道的安娜被吓得不知所措 怪物被尖叫声惊醒 迅速向两人爬了过去 沙拉健壮 迅速往老鼠出来的洞里爬去 及时在怪物到来之前钻了进去 不过安娜可就没那么幸运 刚来到洞口就跟怪物来了个深情相对 好在这时洞口伸出一根照明棒 将怪物吓得退了几步 随后洞下的萨拉一把安娜拽进洞内 两人掉入泥水坑中准备寻找出口 刚好在摸索的途中与猪诺俩人撞在了一起 猪诺便带着几人小心翼翼地来到他意外发现的出口 看着一旁进食的怪物们 虽然内心极为恐惧 但几人还是紧闭呼吸 生怕被怪物听到声响 但就在此时 怪物也发现了他们 当即就扑了上来 好在最后在牺牲猪诺的情况下 萨拉成功咬断紧剩怪物的脖子 他紧紧抱着猪诺不肯放手 可此时洞穴内的其他怪物纷纷赶了过来 为了让安娜能与女儿团聚 萨拉毅然决定牺牲自己 怒吼一声将怪物全部引了过去 安娜则带着所有队员的希望爬出洞口 随后掏出手机准备报警 但没想到 这个将安娜送往医院的大爷 将好不容易逃脱的安娜 又扔进了他刚爬出来的洞口